今年颱风席台数量特别多 日前已创下历年记录 随之而来的效应便是菜价起上扬 消费者表示今年的菜价感觉特别贵 遇上经济不景气 民众都感到相当无奈 议员赖燕雪表示 因为颱风多造成农业损失严重 菜价上扬 希望相关单位能提出有效机制